青瓜洗净去头去尾 对半切开 再切成粗条 去掉瓜囊 对半切断 加盐拌匀 腌制三小时 青椒洗净去脂 切断蒜去蒂切片 小米辣切圈 取一口没有油的锅 把生抽花椒紫苏倒进去 中火煮到微微冒泡 立马关火 腌制后的黄瓜 粗的水分倒掉不要 用力挤压黄瓜 多挤出一些水分 黄瓜装入一个密封的容器 陆续把青椒、蒜片、紫天椒 调好的酱汁及香料 一起倒进去拌匀 一定要选拌 一定要选拌不会渗漏汤汁的容器哦 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腌制一天 第二天的时候倒过来 这样可以让上面没有泡到的青瓜也泡在汤汁里 继续腌制一天 第二天晚上就可以吃了 容器一定要密封性好 第二天倒过来的时候 汁水才不会洒得到处都是 脆爽可口的酱黄瓜 居家必备小菜 快来试试吧